Hello 你好嗎? 最近澳門有很多演唱會和音樂會 今天我們打算試試用Tesla Autopilot開車去澳門 如果你接下來都打算去澳門的話 就記得要看下去 其實自從開關之後 我都沒試過去澳門 我知道現在去澳門 除了可以搭船、搭金巴之外 還可以開車 我之前有個同事申請了 這個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 所以我今天就特意請了他來 開車請我去澳門 我之前就上網查過 港珠澳大橋有55公里那麼長 我們的車就不太夠電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機場 Share Recharge 充電 我們現在充電後就可以正式出發 由香港去港珠澳大橋這條路 其實都沒有特別要留意的地方 可以趁這個時間 就說一下怎樣申請開車去澳門 政府推出這個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 首先你就要在運輸署的網站 申請封閉道路許可證 540元一張 有一年的有效期 交了申請之後 大概要等12個工作日去處理 之後就會分別收到內地和澳門那邊的確認電郵 用澳門那封確認電郵上的批准編碼 就可以在澳門停車場上拍車了 之後就要買保險了 因為走港珠澳大橋這條路 是會經過澳門、內地和香港三方的 所以每一邊都要買一份保險 澳門那邊要買的那份就是對第三者引致損害的民事責任保險 而內地那份就是俗稱交強險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 買完這兩份保險之後就可以上港珠澳大橋的網上 上保險資料 之後申請內地的臨時車輛排證和駕駛證 這樣就完成了 申請詳情可以看回我們網站的文章 另外如果覺得申請程序太麻煩的話 也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幫你處理代辦手續 沿路也可以開AutoBilot 這條橋全長是55公里 沿路會經過觀景山隧道、香港連接線、海底隧道和主橋 開車去澳門最方便的地方就是點對點地去 像我們剛才那樣過關又不用上下車 直接在車上給證件就可以完成香港那邊的過關手續 會兒 買也給你 以及新的支撐 HK F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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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開Auto Pilot之後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澳門的東停車場 可以拍一輛車準備過關去澳門 來到這個停車場 我們可以用澳門出行App 看看現在停車場有多少個位置 只要當車位的數量多過600個 我們就可以隨時馬上拍進來 不用預約的 現在過來這裡還是免費拍車的 之前有朋友問過 東停車場有沒有充電站 其實有的 它有兩個 就是這個一樓的J區 不過它是用澳電的充電裝 如果要用的話就要下載他們的App 看完停車場之後 我們就上去過澳門關 出來澳門關之後 就會見到賭場巴士 巴士站和的士站 我今天就在IG找了一間最近很熱的餐廳上去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出發 這間店是主打楊角包和酥皮類的麵包 其實我也是在IG找到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Bakehouse 而且它長期都是在IG搜尋那裡 最初那一版超多人拍照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現在就買了這個了 這個就是店鋪的招牌 奶落花杯子 Four Cheese Cup 就是現在人們經常拿上網打卡的那個 它就是用這個法國的楊角包 然後再配上日本的芝士流心醬 然後就放在一個花型的帽裡 發酵而成 它的尺寸比起我想像中大很多 而且它很醬汁的 好像很足料的 現在等我試一下 它的皮超脆 然後它的皮好像焗到有少少焦糖化 然後剛才一咬下去 裡面的日本的流心芝士醬 就一次過爆出來 超滑溜和超creamy 都挺好吃 而另一個抹茶味 就是用小生圓的藥竹去做 抹茶味都挺濃很甘香 加上芝士一起就沒有那麼濃 不過這麼大塊都是和朋友一起分享食物 整體今天的行程都不算多 但是勝在夠輕鬆 如果平時在香港覺得悶的話 駕車過來澳門也是一個多小時的事 你們都試一下快點駕車過來澳門 這次的影片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 又或者是對於汽車內容相關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Kilowatt YouTube Channel 再按通知鐘仔和CLS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